山羽日来丰满楼 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前夕 20号美股三大指数一起收黑 其中标普500指数 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 收在关键支撑关卡3900点之下 而道琼工业指数 一度重挫超过500点 单售盘前跌幅收链到300多点 基本上 Jerome Powell 或是谁 Jerome Powell会做或说 是基本上在标准 投资人不只关切鲍尔的发言 会不会更阴 也紧盯经济预测报告中的 未来利率落点区间 尽管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从19号的3.489%上升到3.571% 是2011年3月以来最高 但是美债两年期的殖利率 却从3.946%攀升到3.962% 再次收在2007年以来新高 也就是说 长短债的利差进一步导致 引发担忧 在两年内就会出现经济衰退 高深预测 美国联准会本周将升习三码 接着在11月12月再各升习两码 2023年升习一码 并且在2024年降习一次 然而经济陷入衰退 已经是警报升四起 其中被封为末日博士的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比尼预测美国乃至于全球 都可能在今年底发生漫长 而惨烈的经济衰退 甚至可能持续到2023年全年 而全球最大避险基金 桥水的创办人达里欧也表示 如果联准会升息到4%以上 就是美股可能崩跌两成 经济衰退也很可能发生 华语新闻卢小平众部报道